伴隨著柱女座新月,上星或太陽天平座,在農曆八月的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 我先講一個很小的訊息 我都覺得很搞笑 農曆八月你們是很照音 有沒有敏感體質、高靈人士的朋友,你們就小心一點 最搞笑的當然是,農曆七月才過了 那時候你們不照音,反而現在才來照音,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或者我當時招了些音,但到現在才來發作 你們自己就倒閉吧 不要以為農曆七月過了就可以為所欲為,任意妄為 野街或人煙稀少的地方都少些去 你明不明白,有時時場這家東西 你還有少少淨餘的能量,那個氣場 所以我儘管當這是農曆七月的如雨波味料 因為真的由普通的原學,我真的解釋不到 為何你們偏偏在農曆七月 我想我是沒有提過你們會照音這回事 但偏偏來到農曆八月才會見到的 好,那現在就講其他更重要的訊息 那就是說,其實好有趣喔 你們這裏的雲仔是非常之像柱女座的 你們上個星座的,OK? 所以,如果天秤朋友,如果你們是9月23、24日出生的天秤 又或者是清晨時分出生的天秤 那我以下講的這些東西,就會對你們應驗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那個威力是會更加強勁的,OK? 這裏背後就牽涉了一些比較複雜的尖聲訊息 那我不知道你能否記得到為甚麼 那如果你們已經有些基礎認知的話 那可以自己去細細思量一下 為何我會講這兩種時期出來 那無論如何,如果你們剛好有柱女座,然後你去聽 那我以下講的東西,就會非常熟悉的 就是講甚麼呢? 有些事情你們是要痛還是思痛? 那就是因為太過痛了 就決定違劍斬成屍 要去破除了一些舊的煩惱 要有一個深度的斷捨離 要來一個人生的大轉變 那就要有一些新的歷程去展開 說起這個痛還是思痛呢? 其實我在這裏想講一個小故事 有時如果有些客人在找我 他們會說感情放不下我男朋友 失戀了,好痛苦,怎麼辦? 那我有時都會講這個故事給他們聽 話說從前有一個老和尚和小沙尼 小沙尼,小沙尼 總之是智慧老人 同一個小沙尼 那小沙尼就去參問老和尚 他就問人世間的痛苦 我們怎麼放下他們去放酒 學會看破放下,隨緣自在 那老和尚就說 麻煩你現在拿個杯來 那小沙尼就走去拿個杯 然後老和尚就在杯裡倒一些熱茶 然後就倒到滿了 然後小沙尼就很害怕 就立刻扔下了個杯 小沙尼就明白 原來就是說 當你痛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個反射作用 天然的反應是會令你放手的 如果你射都不放手 你很奇怪 你是一個反自然的生物 OK 所以 好了 就著一些 不活動的情感 OK 無論我當你跟家人關係一直不好 或者是 在一個現在舊的地方 會有一些賭物私人 破裂了的感情 然後你不想留在這個傷心地 那你們其實應該是趁這個機 去展開人生的一個新旅程 我當你可以搬來一個舊的傷心地 你搬屋 或者甚至是移民 這個是一個非常熱的主題 對 甚至 你的那個不開心 不只是說 因為我跟男女朋友不開心 因為我跟我父母政見不同 不開心 甚至可能對這個家園 你已經是很失望了 希望是壞滅了 灰心沮喪了 然後 你 因此 你會抱有一個 向外尋找 樂土 的一個良好願望 的一個積極的思想 OK 這就是你們農曆八月 會去做的事情來的 不過我要提提你 在做這回事的時候 你家中的老人家 當然啦 移民就最直行 移民很多人通常會反對你 對嗎 但甚至我當就算你搬屋 我當你原來跟家庭住 然後你現在搬來他們 好 總之這些你斷捨離 而展開人生旅程的事情 你家中的老人家 會替你吵到擦天的 尤其是受著錢的問題 可能他們會覺得 你走了嗎 誰照顧我 誰給家用我 你以後會不會支持他們的生活 OK 又或者就算不是錢 但是你會不會有一些 可以是很實際地去接濟到他們 幫助到他們 照顧到他們的行為 他們會就這些事情 替你吵到飛起 但是唯一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有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有多支持你這個行為 而且他們也挺有義氣 他們會跟你說 姐姐弟弟弟弟弟妹妹妹 不要緊要你走 由我來去照顧爸爸媽媽 或者由我來照顧你們任何家裡的老人 阿公阿婆 他們挺有義氣的 所以如果在這些事情上 你想找貴人 就去找兄弟姊妹幫忙 或者甚至 你整個大家族裏面的親戚 他們都應該 會比較 是 容易些話為 OK 容易些話為 但是告訴你 第二次 真的要看親所有別的程度 真的 你從小到大 你跟他們的關係是怎樣 OK 因為 相比起 你家中老人 他們那些激烈的反對 我剛才提及的 這些貴人 比如是兄弟姊妹 或者是家中其他親戚 他們真的會比較 易話為 尤其是 有比較就有傷害 這裏的比較是天與地 OK 但是 天而已 是否代表他們 真的去到天堂呢 那是未必的 可能 就著一些 最後要有些 任務的事情 其實他們都 怎樣說呢 可能臨到最後又會有些 肅沙 你明白嗎 其實他們會替你開心 我剛剛講的那些貴人 是啦 很快會很爽爽口 就去答應你們 祝福你們好運 一路順風 OK 但是 到最後真的要搞到 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一些 nitty gritty的事情 就是去到一些 真的 實際 好實際 是啦 不要再給一個 樂觀的幻想 去 瞞騙了他們 那他們到 真是煮到來 他們要吃的時候 或者就是 在那個東西之前 他們又會有少少的反悔 OK 那我建議你呢 就真是叫做 雞腿打人家教員 OK 有錢小得鬼推磨 那你都給他們一點點錢 或者一些 其他 可以去 就是 可以去 quantify的 東西去 就是你當回報他們也好 稿上他們也好 安慰卡他們也好 那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 義務來的 道德義務來的 是不是呢 人家不要亂去幫你 分擔你一份的東西 那你都不要那麼沒有良心 你 是不是呢 最後提一提你們 西曆的9月27 即是農曆的8月21 那時候 就開始 水晶疫痕 OK 但其實陰影期 就更加早了 所以其實這個農曆的8月 那 就 水晶疫痕 今晚在天平座 就是在天平座你們的名工 你們會比較濕製的很多東西 OK 所以尤其是如果有這個 斷捨離然後展開新旅程的過程 那 就會有很多的甩漏 OK 但是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有兩個好處的 第一 就是 如果你要斷捨離 你也會收拾一些東西 對不對 收拾這些東西的過程 就真的會找到很多疑似的回憶 或者是真的 已經失落了很久 不見了的東西 我當 你因為你要斷捨離 你才要收拾床下 床下底 然後你才發覺 在床下底的角落 哎呀 原來我不見了那麼多年的東西 原來一直躲在這裡 OK 會有一些開心大發現 第二 就 這就不關斷捨離的事 但是 因為這個水星旗 也可以帶給你們一個好處 就是什麼呢 你們會發現自己 有一些嚴重的病 OK 所以 當然 我不是說就你們有病 還有這件本來不是值得開心的事 但是如果可以 及早發現 然後病向淺中醫 一些暗病 一些比較嚴重的危機 那些東西 OK 不是普通傷風吉 總之你去做一些身體檢查 OK 今次的水星旗行 都可以令到你們是及早發現 然後得到適當的治療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EB、Youtube 都記得要Click開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彩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博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即是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速度很緊的 他就未必每一個月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